这男人每天都来超市整理货物 但他却并不是这里的员工 只要他看见被顾客翻动过的物品 就会上前去摆整齐 就连货品的方向都必须是正面朝前 地上的垃圾也会打扫干净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呢 节目组带着疑问找到了超市老板 老板说从超市开业 男人每天都会按时来这里整理货物 已经持续了整整九年 但是并没有人强制他这么做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敢说能打出这个表情的评论区不超过十个人 原来男人患有发育障碍 刚出生时并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然而在三岁那年 他被诊断为发育障碍 如今二十岁的身体却只有十几岁的智商 离开超市后 他带着节目组来到了隔壁的水族馆 原来他除了整理货物还喜欢来这里喂鱼 他经常会盯着鱼缸发呆 像是在和小鱼们交流 母亲每天下班后就会来这里接他回家 女人始终没有申请福利卡 因为她认为儿子有一天会康复 但十几年过去了 儿子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 无数次心碎瞬间 让这个坚强的女人不禁流下泪水 庆幸的是他还有一个健康的女儿 妹妹经常回家照顾哥哥 在他眼中 哥哥永远是小时候带给自己最多欢乐的人 为了将来能够独立生活 男人也在不断地学习新东西 最起码在超市肯定是走不丢的 高伙你